大家好,我是晶片一点通的主播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 美国挖空心思制裁中国半导体 导致全球半导体跌费 没想到台积电这时公布财报 数据吓死拜登 直言,我搞死了全球半导体 却搞不死台积电 台积电公布了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 数据显示 台积电第三季度总营收202亿美元 同比增长35.9% 环比增长11.4% 毛利率达60.4% 营业利润率达50.6% 均超出市场预期 不过在当天举行的电话财报会议上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 预计在2023年 半导体行业可能会迎来下滑 14日,美股交易期间 台积电股价冲高回稳 涨幅一度超过9% 最终以66.62美元报收 涨幅3.92% 然而 在近五个交易日内 台积电股价遭遇腰斩 市值从年初的7500亿美元高点 跌落至3455亿美元 蒸发近54% 高盛今日发布研究报告 重申台积电买入评级 但提出确信买入名单 目标价由126美元降至89美元 以反映盈利前景转弱 及需求不确定性上升 具体财报上 台积电三季度智能手机业务收入占比达41% 环比增长25% 高性能计算业务收入占比达39% 季度增长4% 物联网业务收入增长33%至10% 地区方面 来自北美客户的收入占总收入的72% 高于二季度的64% 来自中国大陆的收入占比为8% 低于上季度的13% 尽管此前苹果因成本和功耗等工艺问题 推迟台积电3纳米制成产品N3的代工订单 并转向使用N3E 但新增了对5纳米制成的备货 业内人士表示 这进一步提升了台积电 在先进制成芯片的占比和盈利能力 从第三季度财报数据可以看出 先进技术节点占台积电总收入的54% 其中5纳米贡献了最大的收入 其次是7纳米 由于苹果今年新品已经采用5纳米制成 预计年底量产的3纳米整体占比 将维持较低比例 对此台积电指出 客户的需求超过公司的供应能力 部分原因来自持续存在的机台交付问题 预期3纳米在2023年达到全面利用 Fully Utilized状态 目前N3E技术开发进度较计划提前 预计在2023年下半年量产 相较N5 预期N3在2023年的营收贡献将更高 库存调整持续至明年年中 尽管第三季度营收结构相较第二季度不变 但是台积电指出 从2022年第四季开始 公司的7纳米和6纳米的产能利用率将下滑 主因是智能手机和PC终端市场疲软 以及客户产品进度延迟 台积电表示 库存将于第三季度将达到峰值 并在第四季度开始下降 由于需求疲软和上半年淡季 预计2023年上半年后 库存才能重新平衡到较健康的水准 制成方面 由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滞后性 台积电预计7纳米和6纳米 利用率下滑的情况将延续到2023年上半年 同时台积电表示 市场对7纳米和6纳米的需求较倾向周期性因素 而非结构性现象 预计7纳米和6纳米的需求将在2023年下半年回升 晶圆厂扩建方面 惠哲家表示 南京厂扩产计划也依规划进行 尽管7纳米需求趋缓 不过高雄厂建厂也依进度进行 日本厂同样依进度进行 符合客户需求 另据介绍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厂房进度 目前符合预期 终端需求方面 台积电持续观察到消费终端 市场需求转弱的现象 根据第四季度营收预期 台积电表示将下调资本支出 从原本预估的400亿美元降至360亿美元 而今年7月 这一预算数据还是440亿美元 此前 AMD和英特尔均公布了最新营收业绩 双双低于市场预期 对于营收下降 M2CO苏思峰的回应是PC市场的表现 弱于预期以及整个PC供应链的重大库存修正 上周 AMD大幅下调第三季度 营收预期 目前下游市场低迷 限制了上游厂商的出货及业绩 CPU 显卡等PC硬件均受到来自下游的需求限制 升级替换需求制缓 使得上游厂商一并出现库存积压问题 此外 PC相关部件替换周期逐渐延长 也进一步紧缩了上游市场出货规模空间 供应链调整使处理器出货量减少 今年7月份以来 国内智能手机市场中除苹果外 主流安卓品牌的市场销量在均呈现负增长 其中 Vivo和OPPO出货量同比增速的下滑幅度 更是超过了三成 关于PC市场的触底反弹的前景 自疫情爆发以来 企业电商化采购领域不断扩展 以由最初的面向企业消费的通用型物资的采购 向专业化、定制化产品及生产资料领域扩展 由最初的以产品采购为主 向企业服务采购领域扩展 由此带动大客户市场逐步向电商化采购倾斜 大客户电商化的趋势 可能会为PC市场带来新一轮的需求刺激 将就某些办某些半导体设备和集成电路 以及移动设备 对台积电、三星电子以及高通公司 展开专利侵权调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声明中说 上月接获纽约州的 Deadless Prime公司投诉 经过表决 决定调查三星电子和台积电 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 以及三星电子和高通的某些集成电路 Deadless Prime公司9月13日投诉 指称相关企业进口到美国 及出售的集成电路 内含这些集成电路的移动设备 及零组件侵犯专利 违反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 因此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发出有限禁止令及暂停与停止销售令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尚未就案件实质问题 做出任何决定 委员会首席行政法官将指派一名行政法官 负责安排时间举行听证 这名行政法官将对是否违反 第337条做出初步裁定 而初步裁定 结果需经委员会审查 如果委员会裁定这些装置侵犯 Deadless Prime专利 可能依法禁止进口美国 针对的设备包括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 例如三星的Galaxy S 20FE和Galaxy A715G手机 以及Deadless Prime指称台积电为高通等美国公司制造的芯片 Deadless Prime向委员会投诉所主张的专利范围 最初由英特尔公司开发 后来被Deadless Prime取得 委员会一周前针对车用半导体展开调查 也是源于Deadless Prime提出专利侵权投诉 进口这些半导体的企业 包括奔驰美国公司 恩智普美国公司和安福利公司 为了应对美国通胀高企的局面 今年美联储持续激进加息 导致全球其他各国本币贬值压力 和汇率波动风险上升 加之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影响 以及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 使得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衰退期 在此大背景下 全球半导体产业因终端需求不畅 整体库存问题正从下游终端 向全产业链传导 台湾资色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对此做出电子业库存刀起 半导体市场调整孔延续至 2023上半年的市场预判 而台积电也预警 库存调整影响最大程度 将在明年上半年 IC设计业库存去化压力 连带影响后段IC封测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对华的芯片制裁升级 也在加剧半导体整体存在的诸多问题 2022年 半导体供需最大的变化 是从过去两年半导体供应短缺 急转至需求下降和库存过剩 半导体行业突然面临低迷发展态势 除了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市场外 游戏行业和数据中心对微芯片的需求也下降 甚至因需求放缓部分厂商取消了芯片订单 台湾资色会产业情报研究所资深产业顾问 监所长洪春辉指出 目前需求未见回温 供应链下游到上游蔓延不同程度的库存问题 去化速度缓慢 恐将延续至明年上半年 从库存周转天数来看 Mike分析 今年第二季相较去年同期 各类业者存货天数 平均增加15.5%至25.1% 其中存货天数以半导体业者增加100.1天最多 电子零组件业者则以98.3天辞职 安联投信台股团队表示 第三季开始库存调整 尤其以个人电脑与笔记本电脑相关最明显 预估库存调整于明年上半年结束 Mike产业分析师杨可欣指出 外部环境负面因素 未除消费市场买期不佳 拉货利到疲软 客户备货动能放缓 从终端系统厂到半导体芯片产销供应链业者 均面临库存水位过高问题 库存趋化将影响明年半导体市场表现 观察半导体领域 Mike分析 半导体芯片产销受现场约机制 重复超额订单 多有采取延后交期等做法 不利半导体供应链调节 库存调整预期持续至明年上半年 观察IC设计 存储芯片 IC风色端以及通路商 杨可欣分析 目前半导体产业库存调整 IC设计与记忆体产业面临需求滑落 供过余求问题 IC设计业者面临库存 去化压力 连带影响后端IC风测需求 不利明年整体营运 IC通路商也出现存货周转天数 明显上升的状况 从产品来看 包括面板驱动芯片 消费类电源管理芯片 通用型和消费类微控制器等需求疲软 相关业者库存水位持续上升 在存储芯片方面 Mike指出 消费类终端市场到服务器客户 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库存调整 存储产业短期需求 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尽管全球半导体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 已经影响到全球各大半导体的营收业绩 比如三星 AMD等芯片巨头业绩下行 但由于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工艺芯片业务上 具有主导地位 目前没有在这种变化中受到较大冲击 台积电不仅营收业绩 和利润均上涨 而且整体营收结构也不断优化 以往一超多强的营收结构模式 已经发生了变化 高性能计算已经成长为了 与智能手机齐头并进的重要业务板块 然而 台积电表示 第四季度难以维持这样的增长 台积电副总裁监首席财务官黄文德表示 第三季度市场对台积电行业领先5纳米制程芯片需求强劲 但终端市场的需求正在减弱 客户也在持续调整库存 综合考虑 台积电预测认为 第四季度业绩将于本季度大致持平 营收将在199亿美元至207亿美元 毛利率则在59.5%至61.5%之间 此外 台积电依然宣布将2022年的投资预算削减10% 并预测由于通胀和成本上升 明年包括台积电在内的芯片行业都将迎来萧条 台积电将会对未来的需求表现得更加谨慎 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嘉在财报公布后表示 我们预计2023年半导体行业可能会下滑 台积电也不能幸免 除了台积电之外 很多半导体厂商也开始大幅削减开支准备过冬 近日 存储芯片大厂美光发布最新财报时再度预警 表示未来的存储芯片需求和公司经营将面临更严重的困难 公司2023财年的资本支出将削减30% 据媒体报道 全球存储芯片巨头SK海利市也将大坦2023年资本支出7至8成 在业内看来 存储芯片领域已出现明显功过余求局面 未来市场将经历漫长消化库存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 2022年初以来 美国对华芯片产业的既不管之措施 也将让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尽管美国芯片法案通过 宣布由政府向芯片制造商提供520亿美元的支持 然而芯片制造商却削减了数十亿美元的计划资本支出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 受美国制裁中国芯片产业导致销售下滑影响 美国半导体行业巨头英特尔计划大规模裁员 以削减成本和应对步履维艰的个人电脑业务 同时 英特尔早在7月份报告中就披露26亿美元的营收损失 并将计划中的资本支出预算减少了40亿美元 以适应不断的下降需求 自美国升级对中国半导体的制裁以来 苹果、英特尔、英伟达、AMD 极大美国科技巨头的市值损失总计 大约为1305亿美元 而且这还是短期的市场表现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预计 如果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制裁继续升级 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也将大打折扣 其销售额在2023年或许会下降10%至15%